下一条,其实不光是机动车要离让半马线,非机动车,比方讲那个骑电兵车也得要离让半马线 在昨天下午啊,有一位骑电兵车的老兄,就是没有避让正在过半马线的一个小姑娘 结果自己摔的头破血流不说了,还得负全责,现场 事发时,男子骑电兵车由北向南行驶 由于速度较快,看到半马线上的小女孩时,急刹车结果一头撞在路边电力箱上 骑车男子认为是小女孩导致自己受伤 110-120工作人员文讯赶来,为受伤男子爆砸伤口,并送他去医院治疗 交警六大队分析现场后认为,电瓶车应该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说真的,现在电瓶车的速度确实也是比较惊人的 你看片里边这位摔的挺惨的 实际上你在过半马线的时候,没有想到去主动避让,主动减速 所以再一次提醒,甭管您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 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,要注意交通安全 这不单是为自己负责,也是为别人负责